前两天看到美国南加大今年的毕业典礼好大排场 南加大是美国很多有钱人家孩子的首选 家长一个个很有来透 张艺谋坐在家长堆里 她和陈婷的儿子是今年南加大的毕业生 Limo看起来心情很好 满脸笑容 奥巴马夫妇也在学校现身 参加小女儿萨莎的毕业典礼 奥巴马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玛丽亚·涅哈佛 前两年已经毕业 长得跟老父亲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身材修长 小女儿萨莎之前念有 宫里长春藤之称的密歇根大学 之后转学到南加大 长得跟老母亲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体格壮硕 照理说奥巴马的两个女儿也是顶级名媛 父亲是前总统要什么资源没有 而且据外媒估计奥巴马退休后靠演讲 出席商业活动等已经赚了上亿美元 女儿们完全可以经常参加名媛局 没事晒个包包破个合影 但事实上这两个女儿现在的生活状态 却跟那些精致奢华的名媛不太一样 作为青春期在白宫度过的女孩 玛丽亚和萨莎的起点就是 大多数人一辈子无法到达的终点 明星名媛审马的人家小时候见多了 现在名媛玩的那些都是人家青春期时完胜的 见惯明星和富豪 两个女儿长大后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先说玛丽亚她身高180 大长腿认真穿衣服很好看 曾有不少专业模特公司向她发出邀请 很多名媛年轻时都做过模特 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也不例外 但玛丽亚都拒绝了 被白宫的美光灯照了八年 她更喜欢待在镜头后面 而不是站在镜头前 玛丽亚很早就表示出对电影行业的热爱 早年也托总统父亲的人脉 去好莱坞制片人哈维·维恩斯坦的公司实习 当时维恩斯坦还没有东窗事发 她给总统女儿安排的工作是阅读和挑选剧本 实行9美元 工资并不高 有总统父亲的资源什么样的实习找不到 但能不能做好还得看她自己 总统女儿在好莱坞也是从助理干起 她去HBO的都市女孩剧组工作 担任制片助理一起干活的其他助理评价她 玛丽亚愿意做私人助理被要求做的任何事情 并没有因为她是奥巴马的女儿而得到特殊待遇 熟悉剧组后开始做编剧 虽然玛丽亚年纪不大但人家哈佛大学毕业 十几年看惯名利场无论是写作能力还是阅历 很多大龄编剧都不及她 今年大热的美剧风群中 玛丽亚参与编写第五集同组编剧评价她 创意非常疯狂 她带来了很多东西 是个了不起的作家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她爸是前总统呀 别人给她活干是拍她爸马屁 确实玛丽亚会比别人得到更多的机会 但同时资源也会反噬 她会比别人受到更严苛的审视 曾自编自导自演高分神剧《亚特兰大》 的好莱坞天才艺人唐纳德·格洛福 最近给了玛丽亚一份导演工作 但她也对玛丽亚说 因为你是奥巴马的女儿 所以你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你拍了一部烂片 她会一辈子跟着你 观众和光明可不会因为你是奥巴马的女儿 就宽容你 对于有显赫背景 但自己又想干点事业的二代们来说 像玛丽亚这样活得低调点 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办法 虽然身材很好 但总是穿着普通 工作发愁的时候 也会像其他编剧导演一样默默抽烟 连男朋友都换得很低调 之前的男友是个英国富二代 出身贵族家庭 形势也非常低调 两人在哈佛校园里开始谈恋爱 很稳定谈了五年 疫情时期还一起隔离 等到玛丽亚大学毕业 一个人去好莱坞闯荡 住在洛杉矶 而富二代也要回英国继承家业 两人聚少离多便默默分手了 如今玛丽亚的男友是一个大他 八岁的埃塞俄比亚裔唱片制作人 叫达维特·埃克伦德 两人经常被拍到一起散步 对于女儿找男朋友 这是奥巴马夫妇基本不管 只有三个基本要求 这个年轻男人尊重你性格温和 不要光看脸 玛丽亚在好莱坞慢慢站稳脚跟 接下来就是小女儿萨莎了 从穿着来看小女儿比大女儿更放飞 主打一个陆肚奇眼 色彩各种混搭有点波西米亚风格 而且她对身材的管理也比较放任 早几年还只比玛丽亚胖一点点 最近一年突然一发不可收拾 大体中不妨碍她找男友 最新一任是好莱坞男星 克利夫顿鲍威尔25岁的儿子小克利夫顿 小克利夫顿和萨莎的姐姐玛丽亚一样 都在演艺圈做幕后工作 做过导演编剧 萨莎在男家大念的是社会学 目前还不知道她准备干什么工作 萨莎如今和姐姐玛丽亚一起在洛杉矶租房 奥巴马夫妇曾去女儿的公寓参观 说两人小时候在一起经常吵架 长大了却成为互相依靠的好姐妹 米嫂在接受采访时很感叹 她们邀请我去她们住的地方喝一杯 当我拿起杯子时 她们说记得用杯垫 我忍不住笑了 以前她们在家里从来不用杯垫 这大概就是孩子长大的样子 在权力中心和瓜明的眼皮底下长大 奥巴马的两个女儿有过黑历史 但终究没长歪也没养出公主病 甚至比很多只知炫富的名媛们 要积极上进得多 原因也许就在于 奥巴马夫妇一直对女儿们说的 你们跟我不一样不喜欢做政府公职 这没关系 只要好好努力发挥特长就行了 创业也可以搞艺术也可以 工作这个事情是为自己 总统老爸确实可以提供捷径 资源不用白不用 但这条路能否走通说到底还得靠自己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变美不是形式主义 而是现实主义 好